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当我感受到松 松 说你呢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直播间的特别 特别就是特别在 也许我的真实 也许我的言语 也许 是我占了一个小便宜 那个是电台独有的美丽 其实并不代表你伤心的时候就会哭 也不代表我们伤痛的时候就会流泪 对吗 有的时候平定了曾经的那些小小的情绪 您可以在你的心中 脾气好多好多您过往的记忆 我想问我们家搜同学这样的一句话 不思 不念 不见 不想 不追忆 是不是真的就等于你不记得 不在乎呢 我也想说这样那句 嗨 好久不见 所以你来到我的团队 不管你是一个听众也好 还是工作人也罢 再或者是我的财团也好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来我相信你不会走 我用我的真诚 我用我的真实 能够留住你 也许漂亮的美女 会让你停下来看两眼 那我想说 我是一个智慧的女人 我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我不但让你停下来 我还会让你留下来 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离开这个团队的话 我不会责怪你 因为谁都不是谁的谁 你并没有把你卖给我 如果真的有天你离开 我会告诉自己 你追求你的幸福 比我的挽留更重要 但是之所以地球是圆的 就是让您知道一个道理 也许你转一圈以后 你还会回来 所以当有天你离开这个团队 我相信你 你还会回来 所以当我们有好多好多时候 比如说在直播间里头玩 比如说在我们的每一个频道玩 可能似乎你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吗 有的频道给你带来的是欢乐 有的频道给你带来的是你想要的激情 而我的频道 可以让你感觉到 是那种小温暖 好久不见 所以我要跟所有的小伙伴 说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走散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们走势了 那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认识吧 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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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